你好 我要買兩組大樂透七連貨 趁端午加碼即將結束 不少年輕人趕緊到投注站 包牌買彩券 碰碰運氣 7月5號就是大樂透端午加碼 百組百萬最後一期 剩下十一組百萬獎項 將由當期中獎組數 均分總獎金一千一百萬元 如果當期一注獨得 獲得端午加碼百萬獎項的民眾 有機會抱走一千一百萬 是原本獎金的十一倍之多 明天就是端午加碼最後一期了 然後想說趁現在買 中獎金率比較高 有買有希望嗎 還是要集資看看 而且之前也有中過 我買七連碰兩組 一定要買七連碰 中獎金率比較高 有民眾一買完大樂透 立刻發在社群平台限動 希望財神爺能幸運降臨 值得一提的是 每週二五開獎的大樂透 從五月二十一號開始加碼至今 在已經開獎的十三期中 有五期開出投獎 催生五位億萬富翁 也就是說本次端午加碼期間 平均約兩到三期 換算下來約1.5週 就有一位億萬投獎得主出現 比往年平均六期開出一次投獎 以及今年上半年 平均四期開出一次投獎 今年端午加碼 開出投獎的速度快非常多 端午加碼最後一期 然後獎金會全部送出去 所以這禮拜來買 大樂透的客人就蠻多的 一開門就陸續有客人進來買 買期大概多了兩到三成 大樂透端午加碼最後一期 讓不少民眾不想錯過議員投獎 及加碼百萬獎的雙重重獎機會 紛紛幾次包牌 畢竟一勸在手希望無求 也能做公益讓好事發生 三新聞綜合報導